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網視頻 我是滋味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日前宣布 解除總監察長委內迪克托娃 以及國家安全局局長巴卡洛夫職務 據知兩個部門中的不少人勾結俄羅斯 涉嫌半國及通敵刑事訴訟案件 就有超過600宗 有分析認為烏克蘭被俄羅斯滲透的挑戰十分嚴重 世人總是善亡 大家只記得摘總當下的戰士形象 而不記得在俄烏戰爭爆發前 他老哥飽受貪腐醜聞困擾 民望跌跌不休 由國際調查記者同盟聯同117個國家及地區 合共150間傳媒機構參與調查的潘朵拉文件 思破各地政客的假面具 當中摘總被踢爆 隱瞞在避碎天堂和英屬維京群島的註冊公司 擁有25%股份 直到大選前兩個星期 匆匆將股份轉讓給好友 想當初司機大佬協飾演政治諷刺劇的超高人氣 高舉反貪腐大旗參選 以高達7乘3得票率當選 結果他和批判的對象原來都是一擔擔 你說烏克蘭人情何以堪? 扎蓮斯基全面親美 一直以加入北約為直至 甚至修憲加入相關內容 北約一直不受烏克蘭玩 都還可以說是因為俄羅斯壓力 但歐盟相對來說 軍事意義比較淡 俄羅斯對烏克蘭加入歐盟的態度 亦比較鬆動 但歐盟對烏克蘭加入同樣反應冷淡 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烏克的貪腐問題 最好笑的是喜劇演員澤總 在國內反貪的方法一樣充滿喜感 就是叫被指控涉貪的議員接受測試 證明自己清白 夠創意了吧 人們經常把烏克蘭和台灣比較 不是沒道理 因為烏克蘭雖然號稱主權獨立國家 但實際上只是美國的扶養 有報導指 該國高官一半以上擁有美國護照 明眼人都看到所謂台盜 其實更多只是反中 這方面烏克蘭可謂難兄難弟 該國可以容忍美籍高官 但就大肆清洗親俄分子 甚至對和普京接近的政客和政黨 港盡殺主拉人風艇 多家俄羅斯電視台組在幾年前就被禁播 英格拉人禁中天一招 都不知是否在烏克蘭偷師 還有 有報導指 美軍在烏克蘭境內研發生化武器 這樣老屈法 澤總不是不出來解釋嗎 烏克蘭資深傳媒人 努登科評價澤連斯基 喜劇演員出身的澤連斯基 肯定沒有想過總統這個角色那麼難演 現在面對俄國日親 他已經是虔牢既窮 只表現出緊張尷尬 經常不得體 對事態幾乎沒有幫助 剛巧巧飛機撞紙搖 算得上閘總半個同行的特老頭 據他老婆梅拉利亞說 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贏16年大選 還一度因為自己玩大了而感到沮喪 當然啦 權力如春藥吃了好快獎 一招拳在手很難回頭 於是特老頭將真人騷入fire 那一套帶入白宮 從此美國以至全球多事業 澤總由電視總統辦到變真人總統 之後再靠飾演戰爭英雄 成功形象大翻身 但戰爭畢竟不是打wargame 特別是一個國家貪腐嚴重 戰力高極有個抱 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澤總不斷呼籲美西方供應武器 而戰爭初期烏軍的表現 的確頗令人眼前一亮 美西方碎借烏克蘭打殘俄羅斯之意 澤總贏得帶領人民抵抗強權的美名 可謂傷得亦彰 只可惜好境不上 始終美西方出武器不出人 加上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國力有很大對比 只要後者穩打穩擇控制戰局只是時間問題 大家看看西方傳媒 吹捧澤總和烏軍的宣傳明顯減少 便知道戰局的發展方向 而烏克蘭的貪腐正正是影響該國戰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英國媒體報道北約以及歐盟國家正推動如何有效 追蹤提供給烏克蘭的武器 以應對犯罪集團將這些武器走私出烏克蘭 並流入歐洲黑市的問題 據報導這些武器最後的下落 是在波蘭南部 跟手被運出邊境再分批運送各地 這樣都未算得人驚 早前有俄羅斯記者假扮買家 跟暗網上的商家聯繫後發現 一格美國鳳凰幽靈無人機索價只要4000美元 只要零價1000美元 賣家便可將武器運到波蘭邊境城市交貨 而鳳凰幽靈原始版本淡黃刀無人機 市價都要6000美元 按照這樣看來 普京未必在伊朗買無人機這麼喘折 直接買黑市貨 喜歡逆向設計又可以直接在戰場上 以美之茅攻美之盾又可以 可以了? 事實上連五個大樓官員都承認 互方將部分武器在黑市上出售 不排除三母大叔有意叫澤總收工拿飯盒 預先鋪定辦事不力的藉口 但這麼多年來 無論是阿蓋德還是伊斯蘭國 有哪個恐怖組織不是美國直接或間接養大的 普京批評美國佬的單邊主意 令恐怖組織成虛而入不斷壯大 最終只會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真是一點都沒有說錯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覺得like搞錯還是吃發生 投票告訴我們